小博軟體我們就可以把它 有沒有變成兩個畫面 對不對 我就很方便了 那我這裡 對焦對好 好 老師想放大 這裡想放大 這樣是不是就很方便 對不對 而且因為鏡頭會動 其實鏡頭動有時候有個好處 就是說 畫面上會有點變化 比較不會就是都是固定焦距有點死板 這樣子 你看我手拿出來 他也知道要看一下這裡 所以這個我覺得還不錯 來我們看一下 現在的狀態是 它沒有怎麼樣 它沒有連上Wi-Fi 老師記不記得 如果你是用Smart開發板 它臉部上的時候是不是有閃紅燈 對不對 如果老師曾經有用過 那 這個因為我現在是接到我的充電器 所以我不是接到那個電腦上 好吧 像嗎 那電腦上 沒有孔可以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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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看 鍵盤是無線的嗎 不是 不是齁 它這裡有一個不知道是什麼燈 這個 該不會是 該不會是 啊沒有 會不會是 這是無線網路 這個是無線網路 無線網路 這條 無線網路 這條 它這個好像是網路是 還是投影 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投到小米 因為它上面確實有 對啊 因為它是 它是直接投那一台小米的 所以 我看這一條 這一條是這一個嘛 所以 那這一條 需要一個那個 USB的 HUB 我問看看 好老師呢 那您現在呢 我是插到那個 USB上面去 那你把我們軟體打開 軟體打開之後呢 你看左上角這裡 有沒有這裡有一個工具 這裡有一個工具 那 你可以從這邊 去設定 就是您的那個 那個什麼 像我 我現在就是 透過USB的連線 好 那你可以直接 從這邊 欸你們的選項 我看一下 你們的選項 應該是跟我一樣 對不對 好 那我們這邊的Wi-Fi的話 您可以從這邊按一下 預設的 這裡用的是 WebDuno 好 那一台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 我們這邊的 應該是 上面那一台 那台會通嗎 哪一台 是 牆壁上貼的那一台 對對對 會通對不對 所以老師呢 您如果說 你要設定Wi-Fi 你可以先改成那一台 或者你手機的熱點都可以 好 好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透過軟體端設定的時候 它是只有一次只能設定一個 但是至少很方便嘛 你也不用說 我再連線到這個板子裡面去 我就直接這樣設定 好 確定 好 密碼打進去 這樣你的那個連線就好了 好 那他會問你要不要關閉USB連線 你可以先測試看看 如果呢 你這樣測試好了 成功 那就沒問題 就表示說 你的是可以透過這樣連線出去的 所以我們WebDuno 它這個bit 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可以隨時選擇 我是要透過USB 還是我要把它關閉 變成Wi-Fi 來連線 這樣都OK 那我把 我看一下 我把我的燈打開 這個我等一下再開 好 我先取消 就不要連 不要關閉我的USB 那 您可以從這邊先看一下 除了呢 你剛剛這個設定好之後 有沒有發現 這裡的要更新認體 你也可以從這邊 現在各位的應該是不用更新 要咧 你要啊 他就有 他就有 不好意思 因為我的都已經更新好了 我都講過你們今天的 我 我一點都不想動 就是要各位自己試看看 所以你看這樣放進去 自己更新 有沒有很OK 不是 我更新失敗 蛤 你的Wi-Fi沒有成功嗎 我剛剛出現的是更新失敗 你再試一下看看 看 其他老師有沒有更新認體 也是失敗的 沒有 阿姨安老師 你要檢討一下 呵呵呵 人理不好 是 不是 機器不夠好 要換一台 呵呵呵 再試一下 應該有 有可能 也許剛剛那個連線 不是那麼順暢 對對對 因為他更新認體 還是要連到網路上 還是要連到網路上 還是要連到網路上下載 只是呢 是下載在你的電腦端 對 可是我現在右主心更新 他說沒有發信心的認體 那應該就OK啦 那表示剛剛應該是有更新成功 對對對 好 如果你不確定沒關係 你再把它拔掉再擦一次 它可以再偵測一次 對對對 好 那 它要恢復這個部分也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如果你要真正恢復原廠的認體 為什麼 因為有些人比較高手 你會改那個 就是把那個改過之後 再寫進去它的認體裡面 所以 以前如果你是針對Smart做這種動作 要送回原廠 哈哈哈哈 要送回原廠急救才行 那現在這個部分呢 就等於說你可以自己 直接在上面就OK了 那至於這個MQTT伺服器 原則上我們不會特別去改它 除非說你自己有自己的那個架設的Server 因為其實以前Smart的那些也都可以自己改 只是說 我們平常不會特別有這個選項 那它現在把這個選項也丟出來 所以呢 如果你是在Doco端區域網路的 像它為什麼要有這個 因為WebDuno有在跟那個農改廠配合 所以農改廠的資料它就不用外流嘛 它就是在自己區域網路裡面 去接收這些訊息就好 接收這些訊息就可以 所以它不需要就是連到外面去 那就用到所謂的私有雲這樣子 OK 所以 您從這邊就好了 就有了 那麼您看一下在這裡 還有一個資訊有沒有 工具的旁邊是不是有個資訊 除了有軟體本身的那個版本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叫複製DIYSID 裝置ID 所以以前我們最麻煩就是常常在那邊打 然後呢 還要跟大小寫 哈哈哈哈 這個很麻煩對不對 有時候會打錯嘛 一個大寫小寫弄錯了 或做一個空白 之類的 那你在這邊就直接把它按下去 它有沒有告訴你 你的裝置ID已經複製到剪貼部了 老師有拿到你的ID了嗎 你可以按一下試看看 而且跟老師偷偷報告一下 如果你真的用開發板 把它拿出來對不對 你跟他講我要用Wi-Fi 他直接把那個放進去了 這樣夠偷懶了吧 哈哈哈哈 所以我覺得這塊是他真的 真的蠻方便 其實以前 我們那個BIT 剛開始為什麼我不太喜歡這塊 是因為 BIT的ID 你知道多長嗎 14還16位 那那個一般人是很難 很難接受的 你大概很難記那麼長 而且又沒有規則可言 他現在把它改成這樣 其實我們就相對方便 相對方便很多 當然雲端板還是要自己打 雲端板還是要自己打 所以這個沒有辦法 但是至少電腦端的 好軟體版本身 這樣就可以用 好 這樣老師OK嗎 所以您初始化的過程 有沒有感覺到真的 變得比較簡單 不像以前 要那麼辛苦 那如果老師您真的 還是想要透過Wi-Fi 我一次設定三組 你覺得這樣比較方便 那你就真的要自己 連到這個開發板裡面去 那一樣的 使用方式 就是在這邊 當你把你的Wi-Fi連線 Wi-Fi的那個清單 List出來之後 你會看到 有一個 你的那個名稱 你的那個BIT的名稱 那那個BIT的名稱呢 其實 老師剛你插上電的時候 他有告訴你 你們可以再拔起來 再試看看 當你插上電腦 他會跑一段 藍色的字 上面那個就是 你板子的名稱 因為我們現在比較多台 如果你這樣看 你會看不清楚 那你哪一 誰是誰的 對不對 你插上去的時候 應該他會跑一個 那個藍色的字 您試看看 每個人號碼都不一樣 對 那個就是所謂的SSID 我們那個Wi-Fi 不是都有基地台的名稱嗎 板子本身一定會有ID 那個Device ID 那是控制程式用的 那本身板子 就是一塊 無線基地台 所以他出現的那個名稱 就是要方便老師 連到裡面去做設定 所以也許 在不同地方 有可能有人跟你重複 但是這沒差 這不影響你的板子的控制 我們只要在現場 他是唯一的就好 OK 可以嗎 檢報筆嗎 不用 檢報筆可以拿掉 那個是檢報筆還是那個窗 有一個是檢報筆 那拿掉就好 那拿掉就好 那我現在改無線 應該 這樣你就多兩個 好啊 謝謝 謝謝 所以這個 先放好 這樣就好 沒感覺 好 感謝你 感謝 應該 看一下 有沒有 燈 不會亮 現在出紙萬 沒問題 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邊 這裡 這個是用WiFi連線的時候 它會有這個狀態 先一樣先亮紅燈 然後如果連線成功 紅燈熄滅之後會亮這綠燈 最後就是熄滅的 但是老師稍微注意一下就是 如果你的板子 用WiFi連線的時候 它如果是亮藍燈的 就表示有新的認同 就表示有新的認同 跟我們剛剛插上電腦那個意思一樣 它會跳出訊息 只是它用藍燈 來表示 這是只有 透過WiFi的時候會這種情形 WiFi的時候會這種情形 OK 那至於教學的部分 剛剛我們在這裡有 你就可以直接引到官方的 另外那個 泰山高中的陳志忠老師 他也有出一本 Webbit的書 所以他自己在 Google的協作平台上 也有整理了 就是他自己書上面的 所有上色的教材 但是他的會比較 就是偏向我們用 他之前那個版本 叫做Webbit的 就是那種 Blackly那種模式 不是教育版這種的 我們剛剛有提到 它上面有 這個是新的 對不對 它有積木有做簡化 顏色上有做調整 但是他那本書上面寫的是 另外那個版本 這樣OK嗎? 好